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 已经到达了日本 见这个岸田文雄 这里边 这个岸田文雄和日本啊 现在显然是要牵涉中国 意图也非常明显 他要参加这个四方会谈 还有这个 签这个IPEF 这里边让我看到一个 咱们是从战略角度看 看到一个问题 美国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陷阱当中 这应该是全网我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 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就还是老规矩 直接告诉他我的这个观点 那我为什么说 我发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 应该是个bug呢 大家看啊 从美国到韩国再到日本 他这个重视程度 我觉得史无前例的 那既然他把这个 这个韩国和日本都当做 他的这个非常关注的点 或者说是 等于是他的一个什么吧 新冠宝贝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他的宝贝在这 其实还有台湾啊 还要在这个地带啊 他口口声声说要搞这个所谓的 IPEF 这个协议 那也说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看啊 咱们是从地理上看啊 这些他的宝贝居然都在中国周边 非常有趣啊 也说美国 我为什么美国进入到一个战略陷阱当中呢 就是他的宝贝不是在他周边 而是在中国的周边 换句话说 解放军的辽宁舰啊 这个行动其实就是告诉美国人 是不是啊 我就打个形象比方 你美国的台湾就在我的手中转着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日本韩国比成美国手 美国人的台湾呢 对于他非常重要啊 那现在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居然在我的海军的包围圈内 那就说我随时可以拿下 那你看 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美国的宝贝 就在中国手里转着 那中国海军啊 中国海军的能力逐渐提高 等于是美国的宝贝啊 如果越来越对美国重要 那么美国人将个什么 将失去 失去谈判筹码 那也就说未来啊 美国人有可能因为他的这几个宝贝来什么 来必须要跟中国交换了 是吧 那就是像现在中国和美国这个关系 因为台湾问题 你美国拿着 那就是什么 我中国得跟你美国交换利益 那未来有可能是因为啊 韩国日本这两个宝贝啊 你美国的宝贝 那你美国得跟全球 得跟我交换利益啊 非常有趣啊 咱们先看啊 这个拜登的22号下午啊 专机抵达日本横田空军基地 然后呢23号 他与日本岸田文雄举行啊 面对面正式会谈 呃 主要还是要威慑嘛 其实威慑这个话题是非常明确的 日媒说呢 预计啊 要强化啊 以核与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 这个延伸威慑要协商啊 这背后就是对抗中国嘛 俄罗斯朝鲜啊 还有这个发表有关印太经济啊 框架IPEF声明 而且要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啊 领导人峰会啊 会谈 这里边呢 没有把这个韩国加进去啊 其实这里边啊 没把韩国加进去 就证明我觉得啊 还是咱们一个观点 韩国比日本重要 目前来看韩国比日本重要 日本是铁了心反华了 那么日本铁了心反华啊 美国其实对他重视程度 应该是下降了 现在就是这个骑墙的韩国 需要把他拉过来 所以对韩国的重视程度在 那为什么不把他这个拉进 这个四方对 四方对话就是奥古斯啊 就是和这个北约 一个性质就围堵中国的 所以他现在拉进韩国啊 韩国啊 有可能啊 这个 那就是直接雪面仗啊 所以现在韩国也不同意 美方呢 也不会走到内部啊 他应该是要搞这个 经济方面的 把韩国拉进去啊 搞这个IPEF 而不是搞这个四方对话 那是个军事行动啊 所以呢 这个 应该是韩国总统 尹徐悦和拜登 在首尔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国啊 但是印太供应链 这些字眼啊 是要增加的啊 而且是IPEF 他们啊 直接谈核心啊 这个信号都是指向遏制中国 从这点看啊 其实咱们中国人并不用担忧啊 就是美国人现在啊 他你看他已经急了 但是急了的情况下 他用着自己的宝贝啊 两个宝贝 一个韩国 一个日本 他对这个两个宝贝的重视程度 咱们可以看出啊 就是 这两个宝贝就在中国的打击之内啊 离中国太近了啊 我觉得这是 这是这个千载难忘机会啊 你说他的这个芯片基地 如果是跑到这个南美洲 离他近啊 这个中国其实挺麻烦 但是居然跑到中国江口来 就是你的这个啊 小鸡鸡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随时可以切掉啊 这时候美国人挤了 是吧 那就是全球跟中国需要交换力 就像现在中国的状态啊 所以这里边呢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不要着急啊 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发展海军啊 我呢 能够让你美军到不了意岛链啊 就为了解放台湾 台湾问题 其实是中国发展海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了 所以啊 这个事呢 咱们得辩证看啊 这帮台独啊 也帮中国啊 这个发展海军立下大功是吧 发展海军绝不是只是为了台湾啊 你想想日本韩国啊 这两个宝贝是吧 未来可以敲诈的美国啊 如果美国人啊 如果美国人真的是啊 可以想一下啊 美国人真的是未来啊 不能离开日本韩国 所以日本韩国要努力了 是吧 这里边这个战略陷阱 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想不想明白啊 原定呢 日本说呢 这个初定的IPEF应该有大约15个家加入 拜登先要拜访日本德仁天皇 然后呢 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预计呢 这个日本共同社说啊 岸田认为有必要啊 同拜登一起重视核保散姿态 你看他也是啊 其实他也明白这道理 我你说这个日本这个高官智库能不 我都能看到这个问题 你说他能看不到吗 他现在就担心啊 其实就是担心啊 那我这日本在你这这么重视我啊 你这么重视我是吧 其实我就我在你的地位提高了 但是我离中国太近了 离你美国一万多公里 离中国只有几百公里啊 是吧 等于是日本非常急啊 非常担心 就是很简单 你这个宝贝应该藏在家里边啊 压箱底的 结果你是把它扔到这个啊 一百公里外一个公交车站 你每天都得美军啊 天天坐公交是吧 大航母 小飞机的 奔着公交车站 看一看啊 千万别有事 你想想这个啊 这个挑肥是吧 这美国人能受了吗 所以你说日本人也担心 也担心 我这么重视我啊 我这个这么重要是吧 天天说自己重要 OK你重要 你重要 但是你离中国近呢 是吧 我只要解放军 武装力量强大 就能保证把你变成什么 人质 那有趣了啊 你越重要对我中国越有利益 你看这个事有趣吧 所以中国啊 其实莫不关心这个IPF啊 我觉得让他搞嘛 那你这个产业链 这个供应链啊 搞全了是吧 那你就越来越 大家知道啊 这个供应链 芯片供应链 越来越陷入到一个陷阱中 就是日本 韩国台湾的这个供应链 要嵌入到美国这个经济体系中 对吧 那也就是这个独立循环要搞出来之后 那也就是美国离不开这仨国了 但是仨国居然在中国的控制方面内 你想想是不是一个战略陷阱 我应该是现在啊 第一个提醒美国 他现在在搞一个战略陷阱啊 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明白这点 咱们也不要向网上传啊 这是咱们能发现的战略陷阱 咱们让他搞起来 IPF搞起来 搞起来 这里边韩国呢 其实韩国啊 我现在感觉呢 他要骑墙啊 就是他也不是押注于美国 他也不少啊 日本是彻底要押 海洋民族他只能押注这 他跟大陆没有关系 他的未来生死啊 真的就百年看啊 千年看 从唐汉 这个唐宋元明清之后啊 全部海洋民文明 全部在边缘地带啊 就在默默无闻啊 大陆上的所有的事情 跟他没关 他未来也是回归这个常态 那就是什么呢 他跟大陆是没有关系 而这个朝远半岛 跟大陆是有联系的 他要骑墙 所以他有可能是 跟美国搞一个产量 跟中国搞一个产量 这是他的目的 跟中国搞一个产量呢 中国欢迎 对吧 中国欢迎 但是日本是真的是 要嵌入到美国 那韩国也要嵌入到 你越嵌入越深 你美国人离不开这个东西 离不开芯片 那你这个东西 是在中国控制范围内 你想想 包括现在俄罗斯 太平洋战队都往南 都往南 都往南冲啊 都去南边啊 他也看到这点 那就是你的人质 就在我的打击范围内 控制范围内 你怎么办 是吧 天天坐公交 去公交车站 看你宝贝去 是吧 你像这 这得累成什么样 长时间他根本就不行 这一万公里 太平洋 这根本就没办法 我觉得这是个战略失误 不知道谁设计这个体系 在现在看呢 咱们看到这点 我觉得日本人 日本人也看到 但不说 他还是要什么 把自己的地位提高 这是他的惯性 预计呢 拜登在23号要发表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声明 就主张通过公众且强人的贸易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等 这里边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越南 印度 十五国家 有可能要签 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里边呢 咱们看 他既然要打造这个闭环 对吧 他要搞一个闭环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 搞一个闭环 那就是把这个印太地区越来越重视 这个地区离中国太近了 我觉得中国是抓了一帮的人质 这个里边咱们千万不要怀疑啊 这帮人质全是中国有用了 为什么 一个世界大国 美国 依靠这些人质 那跟他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 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这些人质来敲诈美国 在全球替中国服务了 对吧 也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韩国在美国心中的分量 日本在美国心中的分量 那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风机会 如果中国有能力把这些人质搞定 对吧 控制在自己发表内 现在解放军就在干 那么你看这个东方21 不是东方2 东方26 东方21D 包括英机21 这个上005 对吧 这都是已经告诉你美国了 太平洋上你不好使 那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人质被我控制了 现在尹锡悦 这个韩国政府啊 现在也明白啊 这个芯片同盟 超级芯片同盟 就是美国人要干的啊 所以他现在其实呢 韩国现在处于一个选 选择啊 骑墙的这么一个 刚往墙上爬这么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咱们需要观察啊 但是我并不担心啊 还是从战略上看并不担心 为什么 他出不了一圈啊 你这个人 你这个地方能跑吗 你把日本韩国签走 把台湾这些芯片工厂签走 签哪去 你往哪签呢 签到南美洲 是吧 你说日本韩国台湾 这些人上哪工作 上南美洲工作去 也不可能 那签到美国去 签到美国更不可能了 美国死贵死贵的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啊 未来两种可能啊 美国借这个机会什么 拉拢这些国家 但是啊 从战略上看 太平时也看到 他想藉由让这些国家 把产业迁到美国去 这是他主要目的 我觉得啊 从很多媒体分析 这个IPEF 我看各种结果都是很悲观啊 但是我刚才分析的 我应该是全往第一个告诉一下 美国进入到一个陷阱中 中国没有 其实没有 一些战略上的问题啊 现在对这个IPEF 中国冷处理是对的 为什么 这是他自己挖的坑 就不管这个东西搞成还不搞成 搞成了 你也是陷入到一个陷阱中 你越来越重视这些国家 这些芯片超级联盟 你越来越重视 但是这些人是掌握在我的手里的 我的解放军 海军都控制范围内的 那就是你的我人质 你是我的人质 你越重要越好啊 那说失败呢 失败也没问题啊 失败呢 你自己搞的失败了 白砸钱 对吧 所以里外里 中国并不担心 你看中国很冷静 还有一个就是从美国角度看啊 成功了 成功了也是把这个材料往我美国签 能签就更好了 失败呢 失败也是 我美国最后就是要把你强行抢走 哪怕把你砸烂 其实说白了 这些国家 日本韩国 台湾这些国家 地区 都要想好自己未来 到底在美国 是一个什么角色 不管是什么角色 不管你未来的发达 还是衰落 你都只能作为一个人质 现在看 跟美国的关系 永远逃不出人质 这个角色 还是我开篇提的 就是日本韩国变成了美国的台湾 而且是涨了